副本 地铁四号线 开启 试炼人数 一人 难度 两颗星 这是个两星难度的一人副本 乘坐长长的电梯向下 昏暗的白光映衬出一片阴影 让苏清瑜不禁打个寒颤 破损广告牌歪歪斜斜的倒在地上 星宝们 小半星又来给大家更完结规则文了 请注意 小半星发的所有视频都是完结文 喜欢一口气开完的星宝们 快来关注半星吧 下面证文开始 进入地铁站的大厅 昏黄的灯光下 长椅上坐着几位面无表情的路人 他拿着手机正在给他的老板打电话 地铁下方的信号似乎不太好 他没说几句话就开始一直喂喂 然后骂骂咧咧地挂断 一位戴着头巾 搂着孩子的母亲轻轻哼着摇篮曲 拍打着孩子的后背 孩子似乎被那位西装男吓倒 哇哇大哭 一位染着绿色头发 画着浓妆的靓丽少女 嘴巴里嚼着泡泡糖 百无聊赖地按着他那粉红色的手机 一股寒风从地面吹过 伴随着恐怖的呼啸声 在这片死寂的空间里 苏清瑜不禁感受到了一种窒息的压抑 地铁轰鸣着驶入站台 大厅内的灯光闪烁不定 似乎有些灯泡已经快要熄灭 地铁的门缓缓打开 一股冰冷的气流扑面而来 苏清瑜上车 此时地铁的广播里传来标准的声音 列车最前端的电子显示屏上 红色的字体随着广播的声音快速播放 地铁四号线规则 尊敬的乘客 您好 欢迎乘坐地铁四号线 本站为轻冲站 本列车处在市营阶段 为了您的人身安全 请您遵守以下规则 一 地铁列车的运营时间为下午六点至凌晨四点 请您在凌晨四点之前离开列车 二 地铁四号线没有月光并已管站 如果您不小心从此站下了车 请等待下一班列车的到来 切记 千万不要离开站台 三 千万不要在地铁上主动与乘务员交谈 当乡务员主动与您交谈时 您可以向他们求助 如果他们拒绝您的求助 您可以在下一站下车 并在大厅使用公共电话拨打投诉热线 投诉热线为十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三 四 如果您在地铁上遇到戴着小丑面具的男人 请转移视线 不要与他们有任何交流 五 地铁列车上的座位顺序是固定的 第十三个座位永远保持空着 如果您发现第十三个座位被占用 请尽快离开本节车厢 六 列车上 手机信号会时段时序 当信号突然消失时 请不要试图与外界取得联系 更不要试图发送自己的位置 七 列车每站停止时间为三分钟 如果本站并非您的目的地 请在列车驶离前及时回到车厢 八 当列车驶入隧道时 您可能会听到奇怪的低语 请尽量保持冷静 不要回音这些声音 九 请握在列车上 吃任何从陌生人那里得到的食物 十 列车上不卖卫生巾 请确定好自己的目的地 祝您旅途愉快 这些规则只播放一遍 苏青鱼一字不落地记下来 白元香在苏青鱼耳边说道 主人 第二条规则被污染 第二条规则和第七条规则有明显的冲突 这条规则被污染就说明 地铁四号线途径的站牌有月光并已管站 如果下车 应该在列车离开前回到车厢内 而不是继续等待下一辆列车 苏青鱼观察车厢的环境 他发现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编号 编号十三的座位上 坐了一位瘦弱的女孩 那女孩行销鼓励 捶着头 厚重的刘海遮挡住眼睛 从苏青鱼的角度只能看见他削尖的下巴 安静地坐在那里 没有任何异常 刚刚从青冲站上车的几名乘客 不知何时已经离开本节车厢 冷白色的光照亮车厢的每一个角落 其他座位空荡荡的 这里和普通的地铁没有什么区别 苏青鱼却感觉到后背泛起丝丝凉意 地铁四号线 规则第五条 地铁列车上的座位顺序是固定的 第十三个座位永远保持空着 如果您发现第十三个座位被占用 请尽快离开本节车厢 除非规则里明确提到 让失恋者去接触诡异 其他情况下远离是最正确的选项 苏青鱼迅速离开本节车厢 穿过车厢的时候 迎面走过来的乘务员 故意碰撞苏青鱼的肩膀 然后站在原地笑着望着苏青鱼 乘务员穿着黑色制服 他定定的站在那里 似乎是等待苏青鱼说话 苏青鱼掠过乘务员 进入一节新的车厢 抱孩子的母亲 拿公文包的男人 和绿色头发的潮流少女 都在此节车厢 有了孩子的啼哭 与母亲温柔的安慰 这节车厢里的冷意减少 苏青鱼看向本节车厢 编号为13的座位 那里空空如也 放下心来 苏青鱼坐在抱着孩子的母亲 附近空位上 这个角度看不清孩子的脸 列车开始启动 苏青鱼看着列车上 写的30多站 开始思索自己的目的地 那母亲侧过头 笑着问道 小姑娘 你到哪一站下车呀 列车的站台里 没有天赋凌晨 站 也没有红苹果马戏团 站 广播里规则的最后一句话 是确定好目的地 而列车途经的站台 没有苏青鱼要去的地方 苏青鱼没有直接回答那位母亲 而是反问道 阿姨你呢 在哪一站下车呀 那位母亲目光慈爱 似乎是亲吻着 自己怀中孩子的额头 轻声说道 我的孩子生病了 我要在妇幼保健院那一站下车 绿色头发的潮流少女看了过来 她嘟起嘴巴 吹了一个泡泡 泡泡炸裂又继续咀嚼 少女问道 你们坐地铁的时候买票没 我怎么没看见近站口 苏青鱼摇了摇头 我既没有买票 也没有过安检 下了电梯之后 就直接到了地铁站台 我好像也是这样 西装男后之后觉 对了 咱们市里有地铁四号线吗 一时间车厢里的所有人 都陷入了沉默 苏青鱼穿梭而来 没几天就诡异复苏了 她对这个世界的交通线路 并不熟悉 潮流少女耸了耸肩 说不定是最近开通的呀 现在到处都在修地铁 让乘客们免费体验 也没什么 西装男也是连连点头 刚刚我听见广播里 说什么地铁适应 此时苏青鱼的手机 传来语音电话的铃声 头像是骆子轩 此时手机的右上角显示 还有信号 苏青鱼按下绿色的接通键 骆子轩熟悉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她语气有些焦急 苏青鱼 这么晚了 你和庄小蝶 怎么还不回寝室 苏青鱼修长的手指 轻轻敲打着左侧空着的座椅 她平静地说道 我已经离开学校了 不会再回寝室 你开什么玩笑 把我一个人留在寝室 你是想让我死吗 骆子轩的声音充满愤怒 苏青鱼爱莫能助 你可以告诉宿舍管理员 帮你换一件有人的寝室 当然 前提是五十名试炼者里 还剩下活人 骆子轩语气变得有些焦躁不安 你是怎么离开的 苏青鱼自己已经离开起明星高中 副本 没必要隐瞒 她把逃生的前后过程 简单告诉骆子轩 骆子轩有些意外 如果是她逃出来 她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 你竟然告诉我 会不会有陷阱 会不会是说谎 骆子轩心里充满了不信任 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苏青鱼只是适当的 给女主示出善意 就算以后蹭不到 她的女主光环 至少 不要被女主记恨上 地铁的灯突然闪烁 随后又恢复正常 车厢里原本啼哭的孩子 哭声戛然而止 手机里传来呲啦呲啦 的电流声 骆子轩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 背景声也变得嘈杂模糊 谢谢你 你可真特别 咔咔咔 我一直在看着你 咔咔咔 青鱼 青鱼 你还在吗 喂喂 你还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意识到不对的苏青鱼 没有立刻回应 她拿下手机 发现右上角的信号消失 骆子轩的声音不断地传来 刚刚信号不太好 你现在人在哪里 发了定位给我 我和白火离开学校后 就过来找你 地铁四号限规则 第六条 列车上 手机信号会时段时序 当信号突然消失时 请不要试图与外界取得联系 更不要试图发送自己的位置 苏青鱼挂断电话 手机新消息的提示音不断响起 苏青鱼不予理睬 上街地铁车厢里坐着的 瘦小女孩往这边走来 她穿着纯白色的连衣裙 走起露时裙摆 如同花孤朵般飘荡 只见她走到潮流少女的面前 俯身问道 姐姐 请问你有没有带卫生巾 潮流少女摸索了一遍口袋和包包 对着白群女子摇了摇头 她慢吞吞地走到苏青鱼的面前 询问道 小姐姐 请问你有卫生巾吗 苏青鱼从口袋里掏出纸巾 低声求助 请问 这些列车里有卖卫生巾的吗 乘务员点了点头 是一女子跟着她一起 如果这个女子是人类 那么她已经一次性违反两条规则 苏青鱼坐的是地铁 而不是高铁 地铁上根本就不会卖任何东西 这是常识 透过地铁的窗户 苏青鱼发现玻璃上有手印的痕迹 她抬起手擦了擦 发现擦不掉 这个手印是从外界车厢印上去的 地铁之外应该有未知的危险 如果随意离开的话 可能会遭遇不测 地铁四号线规则 第十条 列车上不卖卫生巾 这条规则看似与其他规则没有直接关联 但她安排那个瘦弱女孩借卫生巾 说明卫生巾是关键道具 喂 小姑娘 你手机的铃声一直在响 拿着公文包的男人提醒苏青鱼 苏青鱼把手机按到静音 拿着公文包的男人一脸了然一色的表情 她说道 就算是不喜欢的人 也不应该不接电话 你看 虽然我那么讨厌我的老板 但哪怕我老板午夜打电话给我 我也会秒回复 苏青鱼不接电话 不是因为她讨厌骆子轩 而是现在的手机没有信号 此时 刚刚带那个小女生离开的乘务员出现 乘务员穿着整洁的黑色制服 领带系的笔挺 那副小丑面具色彩鲜明 混合着鲜红 蓝色和白色 面具上的眼睛部分被剪得很大 可以清晰地看见 乘务员泛着红色诡异光芒的眼睛 小丑的嘴巴画着极度夸张的笑容 弧度高过脸颊 乘务员竟然戴上小丑的面具 他走到苏青鱼面前 戴着白色的手套 手掌心处放着苏青鱼 刚刚给白群女生的纸巾 只听乘务员说道 那个女孩子没有用完 他让我帮忙还给你 苏青鱼接过剩余的纸巾 点了点头 乘务员继续说道 这位乘客你买票了吗 地铁四号线规则 第三条前半部分和第四条 千万不要在地铁上主动与乘务员交谈 当乘务员主动与您交谈时 您可以向他们求助 如果您在地铁上 遇到戴着小丑面具的男人 请转移视线 不要与他们有任何交流 当乘务员戴起小丑面具的时候 这两条规则就是冲突的 面对乘务员的问题 苏青鱼没有直接摇头 他盯着乘务员脸上的面具 思考片刻 伸手快速将乘务员脸上的小丑面具拿下 乘务员的脸露了出来 他眼里的红光逐渐吸灭 苏青鱼这才放心的回答乘务员的问题 我和这边的几位乘客 都是从轻冲站上车的 那一站没有炸机和安检 所以没有买票 乘务员皱着眉头 坐地铁并不是免费的 没有车票 就算你可以上车 也没有办法下车 那我应该怎么补票呢 乘务员从苏青鱼的手中 拿回小丑面具 却没有立刻戴在脸上 他只是目着一张脸 语气毫无波澜的说道 站点的服务中心 可以办理补票手续 你可以在下一站下车补票 是每个站点都有吗 我必须要在下一站补票吗 乘务员毫不留情地说道 没错 所有没有车票的乘客 必须尽快补票 否则的话 请立即下车 我知道了 这些车厢 除了他一开始在广播上 听见了规则 肯定还存在其他规则 苏青鱼看向地铁上 途径站点的指示灯 指示灯亮着 表示已经经过的站点 指示灯闪烁 表示已经到达的站点 未到达的站点不亮灯 苏青鱼看见 下一站是月光殡仪馆 地铁四号线规则 第二条 地铁四号线没有月光殡仪馆站 如果您不小心从此站下了车 请等待下一班列车的到来 切记 千万不要离开站台 白云香已经告诉他 这条规则被污染 而从规则本身 也可以判断出矛盾 既然月光殡仪馆 不存在 列车就不应该停靠 更不存在下车 如果下车 选择等待下一班列车 苏青鱼也不可能 在三分钟之内就回到车厢 苏青鱼再仔细回想这条规则 当时是广播播放规则的时候 车厢前端上方的显示屏 也同频率滚动规则 一个是地铁四号线 一个是地铁四号线 此时广播声再次响起 月光殡仪馆已到站 请下车的乘客 从右侧开门出下车 此时 地铁两侧车门同时打开 右侧的车门外漆黑一片 左侧的车门外灯光通明 有来来往往喧闹的乘客 苏青鱼看见庄小蝶站在外面 对着自己招手 这一切都是他的小伎俩 抱着孩子的母亲 拿着公文包的男士 都从左侧车门下车 那位母亲还催促苏青鱼 小姑娘 动作快一点 地铁停站的时间只有三分钟 而苏青鱼从右侧车门下车 走进黑暗之中 他眼前一黑 然后 他出现空无一人的站台 地铁补票窗口位于站台层的一角 与自动售票机和炸机区相邻 窗口外墙涂着沉稳的深蓝色 上面用醒目的白色字体写着补票窗口 四个大字 窗口由一块厚实的玻璃隔开 玻璃上方有一个小口 用于工作人员与乘客交流 窗口内部空间狭小整洁 桌面上摆放着电脑和打印机 墙上挂着各类表格和文件夹 身穿黑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戴着一副眼镜 脸上是标准的八颗牙笑容 他的表情僵硬 笑容如同汗在脸上一般 苏青鱼注意到 女人脖子上挂着的牌子 上面写的职位是乘务员 这个女人是乘务员 在补票窗口兼职 苏青鱼谨慎以对 她没有说话 而是拿起窗口外面摆放着的告知牌 指着上面补票 两个字 然后递出100名币给那位工作人员 那个女人笑容更夸张 已经露出上下牙银 苏青鱼又敲了敲补票 两个字 三分钟的时间非常紧迫 女人慢悠悠地说道 电脑坏了 没办法补票 而苏青鱼看见电脑 明明是正常开机的状态 地铁四号线规则 第三条 千万不要在地铁上 主动与乘务员交谈 当乘务员主动与您交谈时 您可以向他们求助 如果他们拒绝您的求助 您可以在下一站下车 并在大厅使用公共电话 拨打投诉热线 投诉热线为131313 苏青鱼看见窗口不远处的台面上 放着一个白色公共电话 她直接走过去 拨打投诉热线 窗口的女人脸上笑容瞬间消失 露出不甘心的表情 电脑恢复了 我给你补票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两分钟 苏青鱼没有时间陪她末机 她手握着电话 用不可以商量的语气说道 明币已经放在台面上 先帮我把票不好 我才会放下电话 补票员一脸不甘心地敲打电脑 补票员把车票从窗口递出来 苏青鱼拿过车票 直接从最近的列车门飞速跑进去 后面的补票员木讷地数着硬币 对苏青鱼离去的背影说道 这位乘客请稍等 我给您找铃 你自己留着花吧 苏青鱼头也不回地冲进车厢 这是第一节车厢 临近列车头 这节车厢里坐满身穿黑色衣服的列车员 密密麻麻 笔直地坐着 双腿并拢 双手搭在腿上 眼睛直视前方 急剧压迫感 只是扫了一眼 苏青鱼向另外一节车厢快速奔跑 位置全部坐满 那么本节车厢第13号座位肯定被占用 开始工作 透过地铁的车窗玻璃 苏青鱼看见刚刚的补票员 一脸失望地看向列车里的自己 苏青鱼继续往后面的车厢走 地铁的车票是绿色的 上面没有显示下车站点是哪里 苏青鱼把车票揣在口袋里 找到熟悉的车厢坐下来 此时 乘务员正在和其他几名乘客攀谈 抱着孩子的母亲正在低声哭泣 他对乘务员说 我的孩子病情加重了 这里离妇幼保健院还有多远的路程 乘务员伸出两只手 手掌竖起 事宜还剩下实战路程 母亲埋着头开始哭泣 此时 苏青鱼的手机铃声再度响起 此时的手机信号已经恢复 来电显示是庄小蝶 苏青鱼犹豫片刻挂断电话 他点开VX聊天记录框 发文字消息给庄小蝶 苏青鱼 接电话无法看见信号是否存在 我们打字 庄小蝶 啊我终于联系到你了 我还以为手机不能用呢 刚刚下电梯的时候 我发现你不见了 小心单碎成八块哦 苏青鱼 别发这些 直接说正事 庄小蝶 嗯我在地铁四号线里 刚上车的时候 规则是用广播播放的 速度太快了 我没记清楚 苏青鱼 我把我听见的规则发给你 你回忆一下 和你听见的是否相同 记住 不要盲目相信我发的东西 你要有自己的判断 苏青鱼把规则写成文字 发送出去 就算是名称相同的规则怪谈 规则内容也可能会不同 庄小蝶和苏青鱼 都在地铁四号线 他们却不会相遇 很快 手机信号又消失 轰隆隆 列车驶进漆黑的隧道 隧道仿佛一条黑色的巨蟒 正在吞噬这辆行驶的地铁 车厢内的倒影 与窗外的黑暗交织在一起 苏青鱼不自觉地将目光收回 避免看向窗外 地铁四号线规则 第八条 当列车驶入隧道时 您可能会听到奇怪的低语 请尽量保持冷静 不要回应这些声音 隧道内回荡着地铁轰铃的声音 明明是嘈杂的环境 却能听见窃窃私语 仿佛就在耳边 只见拿着公文包的男人 紧张到耳朵 贴近地铁车厢的墙壁 他试图分辨出这些低语的来源 却又恍若不见 你们有没有听见奇怪的声音 拿着公文包的男人 还在向众人询问 我听见了 我也听见了 陆陆续续有人回应 苏青鱼沉默不语 可能属于这些低语的一部分 有人碰了碰苏青鱼的肩膀 单独问他 你听见了吗 你是不是也听见了 苏青鱼咬紧牙关 不发出任何声音 列车在隧道中缓慢行驶 时间仿佛变得漫长无比 此时 苏青鱼感觉到 有人往他的手心里塞了一张纸条 前方是刺目的白光 列车驶离隧道进入新的站台 苏青鱼看像坐在自己身边 抱着孩子的母亲 母亲对他露出好看的笑容 然后眼神落在苏青鱼手中的纸条上 示意他查看 打开纸条 上面是手写的潦草字体 和我们一起下车吧 母亲和孩子的下车地点是妇幼保健院 苏青鱼把纸条塞进口袋里 那位母亲冲他友好的微笑 苏青鱼拧唇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要自己和他一起在妇幼保健院下车 规则里说让他确定好自己的目的地 这个目的地会是妇幼保健院吗 一切都还需要观望 苏青鱼黑发如瀑布般落在信息的肩膀上 他觉得自己掌握的信息太少 便起身离开座位 主动探索车厢 潮流少女咀嚼着泡泡糖 他把泡泡糖的纸揉在一起 然后扔到苏青鱼的脚边 苏青鱼将纸团捡起来 纸条里写着 不要相信那对母子 他们已经死在隧道里 苏青鱼皱眉 他疑惑地看向潮流少女 潮流少女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低头听歌玩手机 还是先搜寻车厢 穿过车厢 苏青鱼在最后一节车厢的座椅底端 找到一张夹着的纸条 这节车厢原本是空着的 但苏青鱼弯腰捡纸条的时候 他发现连排座椅的位置 突然多出一双脚 那是女子的脚 穿着红色凉鞋 脚后跟悬空 苏青鱼立刻站起身 那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子 又出现在最后一节车厢第13号座位上 他抬手 冲苏青鱼打招呼 厚重的刘海遮住女子的眼睛 苏青鱼离开这节车厢 但还站在那女子可以看得见的位置 地铁的灯光开始闪烁 随后广播传来地铁故障的消息 冰冷的机械因无感情的播报 亲爱的乘客 因信息设备故障 4号线列车将有延误 目前技术人员正在进行处理 预计延误10分钟 请乘客耐心在车厢等待 灯管爆炸 车厢陷入一片漆黑 苏青鱼在黑暗里听见脚步声 那是高跟鞋的鞋跟踩在地板上的声音 苏青鱼平住呼吸 因为突然从光明陷入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她的双眸还没有适应 她握住地铁中间的扶手 心跳加速 只听耳边传来一股冷气 姐姐 你 咔咔咔 捡我扔掉的纸条做什么 声音不是从一个方向传来 而是从四面八方传来 散着的 破碎的嘀喃 落在苏青鱼的四周 一瞬间 苏青鱼觉得 全身每一个毛孔都炸开 冰冷的寒气顺着皮肤 爬进骨头之间的缝隙 是那个白衣女子追过来了 苏青鱼迅速冷静下来 从背包里拿出手电筒 这是无限走廊 副本里获得的诡异道具 手电筒打开 白色的光束射出照亮车厢 这里没有人 刚刚那位白衣女子不见了 苏青鱼打开手中的纸条 里面鲜红的字歪歪写写着 救命 白衣女子是在向她求救吗 十分钟后 苏青鱼站在过道处 地铁车厢的灯光逐一从远到近亮起 每亮起一节车厢 苏青鱼都可以听见一声清脆的啪哒 声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暗开关的声音 那冰冷的白光 仿佛是从列车头扑过来 一寸一寸扩大 除最后一个车厢的地铁 因为灯管爆裂 其他车厢的灯光均亮起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明明最后一节车厢相邻的车间 灯光明亮 那黑暗仿佛从过道处切割下来一般 任何光源都透不过去 苏青鱼用手电筒罩 手电筒的光进入黑暗 就消失不见 最后一节车厢宛如黑洞 吞噬一切光明 地铁的广播再次响起 尊敬的乘客 月光殡仪管已到站 请下车的乘客 从左侧开门出下车 怎么又是月光殡仪管站 苏青鱼眉头微皱 双眼盯着列车上的路线图 试图捕捉一闪而过的怪异感 不对 刚刚他补票的那一站 就是月光殡仪管站 并且上次广播提示 是从右侧车门下车 这次是左侧 和上次一样 右侧的车门外漆黑一片 左侧的车门外灯光通明 乘客都挤在各个地铁门口排队 他们所有人都不玩手机 而是直直地望向前方 苏青鱼不准备在这一站下车 地铁门打开的时候 那群人乌泱泱地进来 他们见到空位就会坐下 苏青鱼发现人多的时候 他们会坐在13号座位上 顿感不妙 如果每节车厢的13号座位都坐上人 苏青鱼插池难逃 地铁四号线规则 第五条 地铁列车上的座位顺序是固定的 第13个座位永远保持空着 如果您发现第13个座位被占用 请尽快离开本节车厢 这里的占用不仅仅只坐人 被放上东西也属于占用 苏青鱼心生一计 白火在起明星高中 副本里送给他的黄服 还在背包里 幸好没扔 他拿出黄服 果断贴在第13号座位背后的列车玻璃上 这样做不属于占用座位 一个正准备往这个座位走过来的乘客 瞬间停下脚步 面色扭曲 转身去了其他座位 不仅第13号座位没人坐 邻近的座位也空着 苏青鱼微微勾起唇角 果然有用 毕竟 对于乘客而言 如果一个座位后方的车窗玻璃上面胡了响 正常人都会选择远离 哪怕座位本身是干净的 此时 西装男突然从其他车厢找过来 他静止 走向苏青鱼 语气焦急地问道 一补票吗 补了 西装男的黑色眼珠同时转动 转动的轨迹很奇怪 一个往左转 一个往右转 他伸出手 给我看看 苏青鱼自然不会把车票从口袋里拿出来 他警惕地反问道 你的车票不好了吗 你要在哪一站下车 西装男四肢瘦弱 他脸颊凹陷 肚子却有些膨胀 撑得西装扣子最底下一颗爆开 只见他看向第13号座位上贴的符咒 然后面露嫌弃的神色 我在直角城站下车 你要和我一起下车吗 苏青鱼摇头 西装男继续说道 你可以看看你的车票 上面会有你的目的地 苏青鱼态度冷淡地说道 这是地铁车票 不是高铁车票 上面没有目的地 西装男的死死地盯着他 此时 西装男的手机铃声响起 他接通电话 态度突然变得卑微起来 一口一个老板 他叫着 走到其他车厢 却开始汇报工作内容 而潮流少女穿过车厢 路过苏青鱼的时候 又在他的口袋里 塞进去一张纸条 随后 潮流少女走进 最后一节黑暗的车厢 整个人被吞入黑暗 苏青鱼从口袋里拿出纸条 指尖将纸条慢慢展开 里面写着 不要相信西装男 难道绿色头发的潮流少女是好人 苏青鱼自然不会轻信任何人 地铁到达下一站 依旧是月光殡仪馆站 不同于之前两次 这次没有广播提示音 只是两侧车门打开 右侧车门外是黑暗 左侧车门外灯火通明 却没有乘客 苏青鱼觉得 有必要下去探查一番 他双眸如同平静 没有波澜的深坦 他权衡片刻后 对一直跟随在自己身侧的白元香说道 帮我下去探测一下月光殡仪馆站的站台 然后两分钟之内回来 好的 主人 白元香从右侧地铁门下车 苏青鱼有些紧张地 看着白元香的供评卡 很好 没有破碎 这就说明右侧地铁门是正确的选择 两分钟后 白元香从左侧地铁门回来 他捡回来一张宣传册 承招志愿者 爱心捐献卵细胞 报酬5万至8万十至15天到账 当苏青鱼看见这张宣传单的时候 整个列车的灯又开始剧烈的闪烁 这个宣传册 惊动了地铁上的污染源 此时 潮流少女从最后一节车厢出来 他凑到苏青鱼面前问道 在哪里可以买到卫生巾 这是地铁 地铁上不卖东西 潮流少女再次回来的时候 他绿色的长发宛如水澡 只见手里拿着三样东西 一瓶红色的饮料 一瓶蓝色的饮料和一片橘子皮 橘子皮就是晕车药 这两瓶饮料是什么东西 竟然和启明星高中 副本里 优等生和叉等生 在早读期间需要喝的饮料很像 液体在透明的玻璃瓶里 泛了异样的光彩 苏青鱼先把这些东西 递给白元香检查 等白元香检查无误之后 苏青鱼把橘子皮放在鼻子下面 轻轻地嗅着橘子清凉的味道 随着头脑的清醒 车厢里的灯似乎比刚刚明亮些 他身上的污染减轻了 潮流少女面无表情地对苏青鱼说道 最后一个车厢穿白色裙子的小姐姐 很感谢你今天的帮助 她问你愿不愿意去她家做客 A级通关方式 获得乘客的感谢 并获得乘客邀请回家做客的机会 离开的路似乎已经摆在眼前 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 苏青鱼并没有因即将通关而感到兴奋 他神情淡淡然 看着黑漆漆的车厢 污染和黑暗中为一体 你们一起下车 在哪一站 是的 我们一起 潮流少女抬手 指着地铁上的路线图 我们会在大学城站下车 你要是想和我们一起 可以来最后一节车厢找我们 苏青鱼将剩余的名币递给潮流少女 潮流少女捧着名币 没有离开 上面的话 是受她的限制 潮流少女在副本里需要做的事情 而接下来的话 是潮流少女自己的意图 她定定的站在原地 咔咔咔 想要和我签订契约吗 已经拿到报酬 潮流少女说话又变成了原始的模样 嗯 潮流少女歪着脑袋 黑漆漆的眼睛宛如黑洞 她重复问道 咔咔咔 想要和我签订契约吗 我知晓四号线列车上 每一个站点通往的地方 7月之后 你每问我一个问题 只需要付出100毫升的鲜血 只是鲜血 不会伤害到肢体的完整 那可是很小的代价 惊悚降临这本小说里提到过 如果试炼者得到诡异的认可 就可以和诡异签订契约 付出一定的代价 然后驱使诡异 代价可以是鲜血 可以是四肢 可以是内脏 而所有的代价 都可以用冥币豁免 苏清于微症 她竟然得到了潮流少女的认可 果然是超能力 地铁四号线 只是二星难度的副本 副本里 诡异也分强弱之分 潮流少女显然并不强 她怨气太弱 苏清于已经契约了双喜 无心 白元香 面对潮流少女的邀请 苏清于摇头拒绝 不需要 如果是最后一节车厢里 坐在13号座位上的白群女子 问她这个问题 她说不定会答应下来 潮流少女似乎是有些惋惜 她站在原地不肯离去 从她出现开始 她就一直徘徊在地铁四号线列车里 重复自己生前的行为 不停的上车 下车 重复这些行为 如果幸运的话 她可以获得乘客的血肉 她被饥饿敢占据 没有活人的血肉 她就会溃烂 这个副本需要她 她却不是不可替代的 她见过无数惊慌失措的试炼者 他们大多数都会死在这辆列车上 死在这辆列车上的每一名试炼者 都可能变成她的同类 今天注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她和往常一样回归起点 踏上地铁四号线 这次的试炼者是一名女子 女人的血肉更加柔软 也更加脆弱 一般等到乘务员要求检票 差不多就是收工的时候 而这次的试炼者 竟然下车补票了 不仅如此 试炼者还弄到了卫生巾 获得白群女人的信赖 白群女人可是列车诡异之中 是最厉害的存在 潮流少女想 这次的试炼者与众不同 好像没那么容易被吃掉 不仅如此 她掏出好多名帝 她一定很强 潮流少女觉得 如果自己可以 跟着苏清瑜 一定顿顿都能吃饱 她身后不就跟着一个同类吗 那个同类和自己也差不多 而苏清瑜毫不留情地 拒绝了潮流少女 抛出来的橄榄枝 她抬眸 目光犀利地问道 你和那个白群少女 是什么关系 潮流少女回答 陌生人的关系 苏清瑜心下了然 这辆列车里真正的凶煞 是白群少女 质量高于数量 与其和无数个 低品质的诡异签订契约 不如直接和一个 最高级的诡异签订契约 谢谢你选择我 不过很抱歉 我已经有契约的诡异的 希望你可以找到新的主人 苏清瑜态度温和有礼貌 但不容拒绝 潮流少女一步三回头 见苏清瑜决心已定 才恋恋不舍地走进黑暗的车厢里 此时地铁到达下一站 不是月光病以管站 而是新的一站 列车终于往前开了 让列车往前开的方式 就是帮助白群女子 当列车到达大学乘战的时候 苏清瑜没有任何动作 车门关闭 苏清瑜透过列车的窗户 看见潮流少女 扶着白群女子往外走去 白色的裙子已经被鲜血染红 血液似乎是从下网上生长 直到把整条裙子浸透 白群变红衣 红衣大胸 就算苏清瑜选择A级通关方式 也不应该选择和白群女子离开 因为绿色头发的潮流少女 就是前车之鉴 白衣女子是无差别杀人 苏清瑜已经分析出 白衣女子的遭遇 她不是生理期需要借卫生巾 而是误信小广告 去三五小诊所进行捐卵手术 然后造成大出血 卫生巾只是遮掩鲜血 她想撑到下地铁 这个潮流少女 应该是帮助过白衣女子的人 但她被白衣女子所害 需要永远陪在她身边 就在列车再次启动的时候 西装男坐在了苏清瑜的身边 她在电脑上敲了一行字 然后给苏清瑜看 只见电脑屏幕中间写着 我刚刚看见了 那个母亲怀里抱着的不是小孩 而是一只死猫 苏清瑜起身 坐到14号座位 西装男没有跟过来 她就坐在对面 电脑打开 她手指不停地敲打键盘 目光却直勾勾看着苏清瑜 在西装男目光的注视下 苏清瑜拿出红色饮料和蓝色饮料 轻轻晃了晃 西装男目光落在蓝色饮料上 咕嘟 西装男吞咽口水 苏清瑜记得 蓝色饮料是给插等声的 默默记下西装男的反应 等地铁即将到达妇幼保健院 的时候 那母亲抱着孩子走了过来 厚厚的墙宝 遮住孩子的脸庞 让苏清瑜无法分辨 里面是孩子还是死猫 只见母亲笑了起来 眼角的皱纹夹在一起 表面看起来非常的慈祥亲和 她说道 下一站 我们就要下车了 母亲只说一起下车 没有邀请苏清瑜回家做客 此时 墙宝里发出啼哭的声音 声音间隙 宛如孩童的哭闹 又宛如猫在叫春 当哭声响起的时候 地铁里的灯光再次闪烁 哇哇 乖宝宝 不哭了 马上就要到医院了 母亲轻轻哄着孩子 孩子的哭声逐渐平息下来 母亲从墙宝里 掏出一根绿色棒棒糖 递给苏清瑜 热情地说道 这么晚坐地铁 饿了吧 我这里带了小零食 你快吃吧 棒棒糖的包装纸上 是小丑图案 小丑图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苏清瑜面色凝重 她把棒棒糖放到鼻尖闻了闻 甜腻的香味中夹杂着一丝腐臭 正常人会把棒棒糖 放在小孩的墙包里吗 地铁四号线 规则第九条 请勿在列车上 吃任何从陌生人那里得到的食物 苏清瑜收下棒棒糖 却不吃 抱着孩子的母亲 目光一直落在苏清瑜的身上 她催促道 剥开糖纸就可以了 快吃吧 苏清瑜把棒棒糖装进口袋里 笑着说道 我晚上不吃东西 留着明天吃 对了 你两张票不好了吗 等会出战需要用 母亲微笑着点了点头 补了 苏清瑜虽然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 但是眼底一片冰冷 地铁的广播声音响起 尊敬的乘客 你好 本站到站富佑保健院 请下车的乘客从左侧侧门下车 母亲抱着孩子站起身 他的嘴角上扬 弯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弧度 乌黑的嘴唇张开 冲了苏清瑜实眼色 我们到站了 你要和我们一起下车吗 苏清瑜站起身 走下列车 抱着孩子的母亲 眼中闪过一丝诡异的红光 他的牙齿苍白如同尸骨 苏清瑜甚至听见他的一声低笑 他好像以为他已经得逞了 而苏清瑜只是快速跑到站台的公共电话边 拨打投诉电话131313 那母亲尖叫一声 你在做什么 苏清瑜愉快地笑道 当然是拨打投诉热线呀 电话接通 混杂着微弱的电流声 断断续续 你好 有什么为您服务的吗 苏清瑜快速说道 我要投诉 有顾客携带危险物品进入列车 投诉对象是一个母亲 他怀里抱着的不是孩子 是违禁品 刚刚他在列车上 问那个母亲两张票是不是不好了 他回答是的 而婴儿根本就不需要补票 那个母亲怀里抱着的不是小孩 西装男说母亲怀抱着的是一只猫 而地铁上是不允许带宠物的 苏清瑜没有直接说猫 而是使用违禁品 这个更加保险的词汇 地铁站台上的灯光昏暗 那母亲瞪大了眼睛 恶狠狠地盯着苏清瑜 眼中那道诡异的红光越发明显 只见他的手指紧紧攥着墙保 仿佛在保护里面的孩子 首先 这里是投诉电话 我们只接受针对乘务员的投诉 其次 我们的地铁每一站都会进行安检 安检员会检查出所有的违禁物品 近站的乘客 身上不会有任何违禁物品 苏清瑜立刻换一种说法 那我投诉乘务员 没有及时处理乘客携带的违禁品 并且 有一站没有安检口 那就是轻冲站 电话那头的声音平静得宛如机器人 请问您在哪个站台 我们会立刻派人过去 苏清瑜回答 我在妇幼保健院站 抱着孩子的母亲声音变得越发恐怖 似乎来自深渊 你竟然敢叫来 咔咔咔 乘务员 他的半个脑袋塌陷下来 苏清瑜挂断电话后 迅速跑回列车上 西装男就站在列车门口 音瑟瑟地说 我没有骗你吧 苏清瑜看着西装男 微微点头 在此刻 站台传来了脚步声 一队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 抓住那个母亲 从她的怀里抢过抢包 抢包里果然是一只死去的黑猫 黑猫的肚子被针线缝起来 铺开肚子 里面装满了棒棒糖 潮流少女说地铁故障时 她看见母亲抱着孩子 试图从隧道离开 理由是为了给孩子看病 内心焦急 不想再等 当时地铁广播说过 故障只需要十分钟抢修时间 选择急匆匆抱着孩子离开 而不是等地铁恢复到达站点 只说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没有孩子生病这件事情 此时地铁广播响起 尊敬的乘客 请勿携带围禁物品上车 围禁物品包括尸体 围禁药品 爆炸物 同时 苏清瑜的手机收到一条新闻 近日 警方查获一批运输围禁药品案件 一中年妇女将围禁药品制作成棒棒糖 逢进死猫的肚子里 伪装成婴儿汇入地铁 同样的日期 却是三年前的新闻 此时 苏清瑜只觉得 口袋里的棒棒糖很烫手 西装男的肚子似乎越来越苦 只见他从包里拿出三明治往嘴巴里塞 一边吃一边对苏清瑜说道 你要吃吗 不用 西装男似乎只是客气一下 他吃完后 用油腻的舌头舔着手指 然后神秘兮兮地说道 再过几站 就到直教程了 我要下车 你没有什么话想和我说吗 苏清瑜坐到西装男的身侧 把新闻给他看 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拜拜 慢走 一路顺风 苏清瑜不准备使用A级通关方式通关副本 我们会再见面 西装男怪异地笑起来 他的牙缝里还加了西红柿的皮 西装男帮他解决怀抱孩子的母亲 带来的污染 不代表西装男就是好人 在刚上地铁的时候 西装男就是图误导他规则不重要 已经下车的潮流少女在纸条里写过 西装男不值得信任 列车到达直教城站 西装男下车 当列车再次启动 从隧道穿过的时候 一按一鸣 整个车厢里所有的乘客全部消失 现在只剩下苏清瑜一人 轰动轰动 地铁的齿轮摩擦着轨道 伴随着车身的抖动和灯光的闪烁 陌生的乘务员突然出现在苏清瑜面前 手里拿着闪着红光的棒子 对苏清瑜说 请配合检查违禁物品 苏清瑜站起身 乘务员似乎是势在必得 用得放着红光的棒子 在苏清瑜的身侧扫来扫去 没有变色 没有提示音 陌生务员脸上是木讷的表情 苏清瑜低头看着自己的指甲 唇脚泛起若有若无的笑 漫不经心的说道 建议你检查一下 从执教程站下车的西装男 他的公文包里 很可能有违禁品 那根棒棒糖 苏清瑜已经不动声色的 塞进西装男的公文包 陌生务员一言不发 转身离开 当苏清瑜说完这句话不久 没有信号的手机 跳出来新闻 一男子因工作压力过大 卧轨自杀 造成地铁故障 新闻底下还配了一张图片 生命智力破碎 血肉模糊地散布在冰凉的铁轨上 穿着西装的男人 身体分成几段 躺在地铁的轨道上 大部分皮肉都已经被压成肉末 以及本电脑飞在站台上 成为碎片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站台 站台的墙壁上 是脱落的瓷砖 和早已褪色的海报 海报上写着直教程 正在建设新兴商业区 墙壁上还被红色的油漆 大大的写了一个拆 字 一个临时拦住通道的警示标志 摇摇欲坠 上面写着禁止通行 几个大字 这个站台里的一切 都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至此 苏清瑜理了理之前发生的事情 判断出 只有和白裙女子和潮流少女离开 才是正确的A级通关方式 抱孩子的母亲与西装男 都是干扰选项 他们会邀请试炼者跟随他们 但不会邀请试炼者回家做客 剩下的站台不多了 时间也已经来到了凌晨一点 时间每过半个小时 车厢的灯就会熄灭一盏 苏清瑜需要不停地往车头部分前进 黑暗正在一节一节吃掉车厢 最接近车头的车厢 里面坐马了乘务员 等走到那一步 就没有回头路 苏清瑜掏出自己的地铁票 规则的结语里说 请确定好您的目的地 祝您旅途愉快 可是没有任何线索指向目的地 地铁站一站一站地过去 车站外的景色变得越来越模糊 每进入一节新的车厢 都会有乘务员放下手中的工作 抬起头面对标准的笑容问候他 不下车吗 快到终点站了 不下车吗 试运时间要结束了 不下车吗 这个方向不会有新的乘客再上来了 这个方向 灵光一闪 苏清瑜翻看着手机 明明没有信号 新消息提示却在不断地响起 整个手机界面都是新消息的红点 有骆子轩发来的消息 也有庄小蝶发来的消息 里面的内容无一例外 都是诱惑苏清瑜对外发送定位 没有线索 随意下车就是找死 叮咚 又是新消息顶了上来 苏清瑜皱着眉头 看着手机里的头像 竟然是甜蜜的家 副本里的奶奶 她的手机里什么时候加了奶奶 头像上的奶奶脸上皱纹重重 眼睛凹陷 花白的 头发长而蓬乱 全新的聊天对话框弹了出来 那是一张医院病房的照片 病床陈旧而生锈 床单上沾满了污渍和黑红色的液体 病床旁边摆放着陈旧的输液架 上面挂着滴答作响的点滴屏 奶奶 乖孙女 有时间来医院看望一下奶奶 奶奶很想你 苏清瑜一阵恶寒 她不再看手机 以免又看见什么牛鬼蛇神发过来的新东西 地铁的终点站幸福之门 到达 当门打开的时候 苏清瑜已经被逼到第二届车厢 后面所有车厢的灯泡都已经破裂 只留下黑暗的涌道 不停地灌着凉风 灯光似乎被蒙上了一层黑色的沙 车厢里寂静无声 苏清瑜就坐在位置上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两点 还有两个小时 是运营的时间才结束 车厢的门打开 两侧都是光明的 光明到极致和黑暗无差别 结实眼盲 看不清外面的景色 下车 不下车 这是生与死的抉择 低头看着手表 三分钟滴答滴答过去 当地铁门再次关闭的时候 广播声音响起 乘客规则 尊敬的乘客 你好 欢迎乘坐地铁四号线 本站是起点站幸福之门 请牢记您的身份 并遵守以下规则 一 地铁列车的运营时间 为下午六点至凌晨四点 请您在凌晨四点之前离开列车 二 十三是今天的幸运数字 地铁列车上的座位顺序是固定的 如果您发现第十三号座位空着 请勇敢地坐下 三 作为一名闻名的乘客 请不要在列车上大声喧哗 或者接打电话 如看见其他乘客有不闻名行为 请不要阻止 那是乘务员的工作 四 您的目的地是阳光大街 请不要在其他站台下车 更不要接受其他乘客的邀请 五 请妥善保存好您的车票 不要和任何人提及到你的目的地 祝您旅途愉快 选择不下车是正确的 这里的规则不是写在纸条上 而是通过广播播出 地铁不分车头和车尾 当地铁往一个方向行驶的时候 行驶的方向是车头 那么另一方就是车尾 而到达终点站的时候 终点站就会是新的起点站 车尾会变成车头 车头会变成车尾 这是常识 也是试炼者容易落入的陷阱 试炼者搜寻列车后 找不到新的规则 就可能误以为 之前听到的地铁四号线 规则是完整规则 没有线索 没有规则指引 试炼者很可能在最后的终点站 搏一搏 选择下车 到时候等待试炼者的 就是违反规则 不安 未知 最容易使人犯错 之前一路上没有目的地的线索 再加上时间的逼近 会给试炼者的心上 造成很大的压力 他很懂人心 这是一场心理博弈 是相信规则 相信自己的判断 不到最后一刻不下车 还是怀疑规则 怀疑自己的能力 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 把所谓的终点站 当成目的地 其实答案很简单 是运营时间 只要没有结束 苏青鱼待在列车里 就是相对安全的 只要相信规则 就可以了 苏青鱼抬头看向地铁的线路图 目的地阳光大街 在轻冲站的后一站 也就是说 从一开始 他坐的地铁方向 就是相反的 必须坐到终点 列车返程 才有可能到达目的地 列车再次启动 前方车厢的灯 又一节一节亮了起来 所有的乘务员 都往尽头的车厢走去 白人乡告诉苏青鱼 规则没有被污染后 他来到第13节车厢 在第13号座位上坐了下去 直较成站 西装男上车 他像是刚下班 心情不错地望着窗外 然后感叹道 天没有亮就出门 天黑之后回家 真需要哪一天 我下班的时候 可以看见太阳 妇幼保健院站 母亲抱着墙袍上车 他怀里的猫生龙活虎 露出黑乎乎的脑袋 母亲把猫往墙袍里裹了裹 你乖乖的 别被发现了 那些家伙说 要么用你孕 要么用我的儿子孕 你和儿子 我都不会放弃 我带你们走 走得远远的 大学城站 白裙少女上车 他面色红润 脸上青春洋溢 正在拨打电话 喋喋不休地对电话 另一头说道 我去捐完 也是做公益啊 放心了 现在科技很发达的 我既能帮助别人 又能拿到几万块钱的 报酬交学费 何乱不为呢 月光并已管站 潮流少女上车 他嘴巴里嚼着泡泡糖 正在低着头打游戏 一边玩 还一边和连线的队友说着 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 你先跑 我来断后 苏青鱼只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对发生的一切都冷漠已对 车上这么多空位 白裙少女却偏偏 走到苏青鱼的座位前 哎 我的幸运座位今天没有了 白裙少女很失望 苏青鱼四半开玩笑的说道 老黄厉说 今天诸事不宜 只适合回家睡大觉 不适合出门 白裙少女瞪了他一眼 说了句没礼貌 然后跑开了 西装男笑出声来 他看着苏青鱼说道 你刚放学吧 现在的学生可真够辛苦呀 苏青鱼胡说八道 我逃学出来的 晚上好爬墙跑路 西装男一愣 苏青鱼身了一个懒腰 带着几分慵懒 天下优秀的人这么多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再说了 我要是累死了 家里会难过的 这话夸张了 西装男低头 不知道在思索些什么 潮流少女打游戏输了 他痛苦的垂了垂胸口 然后放下手机骂了句 垃圾游戏 回我青春 带我钱财 不完了 输了 潮流少女发现 苏青鱼在和他说话 愣愣的点了点头 苏青鱼笑盈盈的问 怎么输的 潮流少女没好气的说道 就对有 结果是 葫芦娃这爷爷 去一次送一次 那就别救了 苏青鱼一有所指 有些人不会信你 只会拖着你一起去死 潮流少女 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随着每一站的到达 仿佛时间在回溯 黑暗的车厢 一节一节变得明亮 直至恢复成最开始的模样 云晨3点13分 到达阳光大街 站 苏青鱼下车 地铁站内游到着许多乘客 那些乘客 见到苏青鱼下车 纷纷凑过来 那么响亮的广播听不清 倒是苏青鱼没说话 他就能分辨出 苏青鱼是个小女生 乘客规则 第五条 请妥善保存好您的车票 不要和任何人提及到你的目的地 苏青鱼没有理睬 在站台上搭话的任何人 到达地铁检票口 苏青鱼将车票塞进机子里 检票口的灯光 由红色变成绿色 苏青鱼达到S级通关标准 从地铁四号线 副本正确的目的地下车 活着走出两星规则怪谈 出地铁的第一件事情 苏青鱼就给庄小蝶发短信 把自己如何通关的方式 告诉庄小蝶 消息发出 却没有回应 苏青鱼要拿出在起明星高中 副本里 体育老师送给他的柳叶 放在唇边吹响 他不会吹什么曲子 只会最简单的小星星 轻量的声音 回响在地铁站的门口 而平行副本里 正在瑟瑟发抖的庄小蝶 听见声音 双眸泛起亮光 宛若星辰闪烁 这是当年他教苏青鱼 吹的第一首曲子 而苏青鱼也只学会这一首 庄小蝶紧紧紧地握着拳头 他一定要活着离开 不能让苏青鱼伤心 苏青鱼离开地铁站后 夜幕早已降临 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吞没了城市的喧嚣 逗大的雨点砸在苏青鱼的身上 他湿漉漉的黑发贴着皮肤 虽然狼狈 但没有畏手畏尾 而是仰着头冷静地走在风雨中 街头巷尾变得阴暗而轨绝 仿佛被无尽的污染蚕食 路边的垃圾箱被风吹得 发出嘈杂的声音 小巷里的路灯轰鸣乱暗 昏黄的光线勉强洒在湿漉漉的地面 凝硬的水坑映出扭曲的光影 漆黑的角落里 窃窃思雨的声音随风传来 让苏青鱼心声寒意 不远处的废弃工厂 破碎的玻璃窗在风中摇曳 沿着小径 穿过荒废的公园 那里被暴风雨摧残得更加凄凉 只剩下破旧的秋千 在风中无助的摇晃 四周弥漫着冰冷的水气和死寂 这里不是副本 却了无声气 突然 从雨幕中破空而出的一辆红色轿子 突兀地停在了苏青鱼的面前 那轿子的红色显得格外鲜艳 与这阴沉的夜晚形成仙宁的对比 排轿子的是两名面色亲子的男人 嘴唇乌黑 双眸空洞 一看就是诡异 教练飘动 露出一道缝隙 双省的声音从轿子里传了出来 主人 奴婢接您回家